演藝圈藝人樂隊的十足孔鏘 傳出身患絕症 隨時會斷氣 早就立好遺囑交代身後是嗎 本名莊永軒的孔鏘 接受了台灣大搜索獨家專訪 他坦言 每個晚上睡覺 都得要靠呼吸器送養 也透露留在台灣 沒有前進大陸的一個原因 而專訪中 更談到他的三段婚姻 被綜藝大哥大張飛猛虧 因為三次結婚的正婚人 都是張飛 綜藝大哥大張飛主持節目 少不了的綠葉孔鏘 久違螢幕再現身 竟然被爆出身患指針 我會發覺自己有呼吸重指針 嚴重的話 那個一分鐘四十秒裡面 它都會造成你腦部的缺氧 離開綜藝節目五年後 首度接受電視專訪 說到被平面媒體報導 欲立遺嘱的背後原因 這個症狀是沒有改 藉由開刀什麼東西 不是我忘記 我怕痛了 呼吸中止症會導致心腳痛 心肌梗塞及腦中風 甚至會造成許多慢性病 患者很容易在睡覺中猝死 當你不呼吸的時候 它其實是幫你呼吸的 它幫你強力的送給你 不要讓你腦筋進去缺氧 彈起玉立遺嘱這件事 恐鏘倒是一派輕鬆幽默 我的遺嘱是這樣很簡單 我半年會改一次 所以半年是我女兒對我比較好 全部都歸她好 那下半年老婆對我比較溫柔 整個都歸她 在明年如果兒子對我不笑的話 他的東西會損失很少 小看生故事 孔鏘身為演藝圈藝人樂隊組師爺 因為出身苗栗南莊鄉下 他直到國中才知道 鋼琴長什麼樣子 看老師彈 老師怎麼彈 那下課十分鐘我就學會了 我記得第一首歌叫太胡傳了 山清水明 幽靜靜 路上飄來風一陣 倒倒離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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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我竟然就已經學會了 我竟然就是 那音符寄到腦海裡面 好像就是永遠會長在這個腦筋裡 永遠都不會剝落 鳳飛飛的名曲 沒有音樂基礎的孔鏘過言不忘 多年後她才知道這就是絕對音感 她暗自許下願望要把音樂當成一聲志願 不過在國中時卻差點因為一支saxphone而搞砸 我的教室剛在樂器室旁邊 但是放課的就有辦法放在外面 我想這樣也不是 門也鎖了 我也放不進去 第二天吊了怎麼辦 我就這樣夾著大喇喇的出個笑門口 第二天還沒看到 第二天我又很驕傲的 就這樣揹著 大喇喇進來 學校就說我抽切 就記了我一個大過 幸好導師以記大過就辭職 力保孔鏘免被退學的命運 就在國中畢業那年的暑假 孔鏘因常未開刀在家休養 想要一把吉他練習 媽媽向鄰居借了三百塊買了 也開啟了孔鏘的音樂世界 因為對有音樂天賦的孔鏘來說 無師自通 學會吉他不難 從這打開樂裡的入門磚 再以此融會貫通學鋼琴 它像一塊海綿 一點聲響 一段跟奏 一首曲子 無意識的都會印在腦海裡 高三一畢業就在一家餐廳 開始了他的演奏生涯 紅紅紅紅的咖啡兩杯小的人 這時剛好碰上了秀場 鴻勃發展孔鏘因緣機會 接觸到了秀場出身的 四大主持天王 張飛 胡瓜 余天 還有諸葛亮 這不是老張怎麼變老鏘了 費先生 阿亮 怎麼變來變去的 你就不知道啊 這個四格素人寧不來 人是全非啦 那這是老張到哪去了 老張就立謀高救了 鄰國的反應 讓他成為大哥身旁 不可過缺的音樂資料庫 也成就後來的藝人大樂隊 大哥突然想到什麼歌 你是來自俄羅斯的 那你俄羅斯的舞蹈 應該還跳得不錯了 那當下你只有大概兩秒三秒 就反應是 那俄羅斯的民謠是什麼 什麼是人家朗朗上口的 我現在有單機一名 你幫我買飯 不開玩笑的 好 即興表演不能NG 孔鏘隨著綜藝大哥們 從秀場轉戰電視 他彈而優則演 正式成為主持群的一員 你還是明星臉 你要是嗎 說明星臉 那些記者都搞錯了 他找的對象不是我 從上來的 因為那天呢 是跟我們胡志強先生同班機一樣 同樣的舞台 不同的綜藝天王上場 孔鏘音樂的音樂一出 呈現的主持氛圍 馬上不一樣 你看最宮廟的東西 地方戲曲的東西 我去廟裡我也是有遇到那個 在念西宮的時候 我怎麼念到旅行 旅行就這樣 我那樣地方戲曲 我來燃燒 不管登台表演的是誰 孔鏘總能立馬上陣 連要求嚴謹的阿兜都擺服 理查克萊德門 凱文科恩 這些常常來上我們的節目 他常常要上場 來的嘛 就是他的招牌歌迷 都一定要會 來的 我後面就 叮叮叮叮叮 Tro 就覺得 心想想想 你怎麼都會這些東西 他會覺得 瘦了我非常懶遇 搞定法國鋼琴家 換成風格截然不同的 日本演歌天王 孫敬一 也沒問題 當時他又說 你可以嗎 但是他又不願意說出過 那個眼神就是 做了一半 他自己麥克風拿上去 還只參與 合作的都是大咖 練就孔鏘敏銳的觀察力 他說飛哥不愛老套 喜歡求新求變 為了過年特別節目 可以開會一整個晚上 過年 對於歌的已經選完了 大哥已經沒有歌可以跳了 還有什麼 有有有 一定有 一定有這個歌 再想想想 古真還是被他想出一些歌 《瓜地風》 《瓜地風》 當年沒有聽過吧 這歌是真正的 讓我要想到 這真的是 在大陸裡面 他過新年真的好聽的歌 對 余天則是孔鏘心中 演藝圈最正義的大哥 朋友有困難找他借錢 總是鼎力相助 而已故的諸葛亮 別看他開黃腔虧一人 卻是最細心的一個 他看到這個便當老是 吃這樣子也不是辦法 後來我們弄贏 我們來辦 辦桌 他就叫了一排的自助餐 全部排成一排這樣 大家打在河畔上去打爆了 太大 烏拉節目都吃得非常愉快 演藝圈跑跳近40年 孔鏘將自己定位為隱形主持人 當很多台信紛紛吸進大陸 孔鏘卻因為習情更流台灣 我覺得這四位大哥提起我 到電視上來做這個節目到現在 一路提起 我覺得是不能忘本的 在他們還沒有退休之前 我不能先退 搞笑的背後是孔鏘的執著 出國就是買唱片 一張45分鐘的CD再加擺8年 或許只有四分鐘能用到 但他自嘲在音樂之外 就是個生活白痴 要吃 要喝 要穿 要什麼 要幹嘛幹嘛的 都要靠老婆來幫我處理 孔鏘歷經三段婚姻 第一任妻子 是他19歲時娶的 生下了一兒一女 不過這段感情只為 維持了十年 兒子小學三年級 兩人就離婚了 那是因為有時候 年少輕狂 有時候自己 比較不懂事 不會去珍惜 另一方對你的好 孔鏘說當時在酒吧工作 太年輕 心性不定 後來再婚也只維持了六年 那時不僅開的公司 背負龐大的債務 為了彌補第二任妻子 離婚時把全數財產 都給了對方 勸不稅局的錢嘛 就是因為一張發票漏開了 就被人家罰了 罰了 罰了 有錢 孔鏘每月不吃不喝 還得還出二十萬 日子過得非常苦 但就在困境中 孔鏘遇到了第三任老婆 在那個時段我最不好的時候 一直扶持著我到現在 我是會常常就是會把 主持大哥他們上面 跟我講一些話 比較重要的話我會把它記下來 回家以後慢慢的跟老婆分享 交往六年 孔鏘很感動女友一路陪伴 走過人生最低潮 2005年送上三顆拉大鑽戒 給她一個名分 因為我是一個平凡的女子 不太經得起演藝圈的大風大浪 所以請大家手下留情 謝謝 小十五歲的新娘笑得嬌羞 這是孔鏘第三度結婚 每一次證婚的人都是我 所以她 三次都有證婚 三次都是我證婚 每一次我都覺得 孔鏘找到了一個非常理想的對象 你是算沒開三度是吧 好羨慕你上校 大哥你的意思是 看能不能不要再當將軍了 孔鏘成立是 只要有正經能力 一定要把各種樂器都買下 看著62歲的她 得意洋洋展示收藏 她想說自己目標還未達成 她的人生已經為 有夢就去實踐這句話 做了最佳詮釋